今年东京的梅雨季节来得偏早,这不,才刚刚进入六月份,就以细雨飘飘如烟似雾了。 不过,也正是因了这飘飘细雨,也使得红砖练瓦白色窗帘,一派欧风的东京寨,犹如在梅雨中冲了一个淋浴般,更显清新脱俗。 而雨之对面的黄居草坪上的芳草,在湿润中,也是碧莹莹的透柱薄薄生机。 青草上一路流转清脆欲滴,深吸口气,一股清新的气息,只让人神清气爽。 此番景象还真就别有一种风情,一路流转。 昨天上午,一集2019年6月7日,上午时时30分钟左右。 就在这巍峨的东京战丸之内口贵宾玄关前的清风细雨中,上演了一出复古式的日本皇家迎客仪式。 实际上从上午93时分开始,东京战前就开始戒严了。 因日本政府一般都会公布外国使节,向天皇帝交国书的时间、地点、途径、仪式形式等资讯。 以共享一睹大使及皇室专用马车风采的国民前往观看。 因此,从一大早开始,在玩之内口外中央广场周围,就已经聚集了许多欲一睹外国使节,参见天皇仪式的吃瓜观众。 递交国书马车队的行进路线及注意事项,10点20左右。 先是警车进入广场四周,由皇家警察担任现场警户工作。 随后,两辆由皇家卫队成员护送的马车,出现在皇居前行性大街。 最后停在东京战前。 这是由日本天皇派来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特命悬泉大使孔炫肉先生的马车队。 不久,随住清脆的马蹄,倾扣地面的声音传来。 威武雄壮的警示厅骑兵队,踏入了广场列队等待。 接住,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车队到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孔炫肉先生下车。 警示厅骑警和皇家警户人员,及宫廷礼官、驾驶内室,分别以皇家礼仪向孔大使致敬后。 皇宫内室官居前向孔炫肉行礼寒暄。 请大使登上了以红色为主调的皇家迎兵专用马车。 大使馆公使则登上了第二辆马车。 然后,在指挥官的口令声中, 由警车、皇家马车、骑兵队等组成的特殊编队,开始向皇宫出发。 孔大使将在皇宫向德仁天皇帝教国书。 以皇家礼仪向中国大使大使致敬。 警示听骑兵队,向中国大使致敬。 大使吕欣,向对方国家元首递交国书。 这是我们的说法。 在日本不是这样叫的。 日本称这种仪式为信任撞捧城市。 不过,因捧字现在非日语常用汉字。 因此,在书面语中,也常写作信任撞捧城市。 所谓的国书指的就是两国建立正式的大使及外交关系后,派遣国国家元首递交给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元首的正式文书。 表面上是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认可模式。 其实实际作用,就是向派遣国表示,任命某人围住该国大使。 孔大使乘坐的皇家马车,日本的信任撞捧城市规定在皇宫内举行。 一般的流程是,信任外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向天皇帝交本国的派遣国书。 天皇接过,然后交给势力在一旁的日本外务大臣。 接下来则由天皇队特命全权大使和宫使致辞。 依照此成事,孔大使所乘坐的马车队,经皇居外院。 走皇居正门,在宫殿南车记,停车位下车,步行至宫殿。 随后,在典礼观的引导下,孔大使步入宫殿,向日本新天皇得人递交了国书。 并和天皇进行了亲切友好的理性谈话。 中国大使乘坐皇家迎兵马车进攻。 如果说到和日本的使节往来, 估计国人最津津乐道的,应该就是汉武帝封窝王为汉窝奴国王。 并赐汉窝奴国王金印,以及为明帝陶瑞封女王卑弥呼,为亲为窝王。 并受其禁印这两件,我泱泱大帮,接受话外之国进贡的事件了。 而至隋朝,日本虽仍前使来朝,但已经是抱住和大隋平起平坐的姿态了。 慎德太子前使小野妹子入进隋阳帝时,由小野妹子带的那封写, 有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 无恙乎! 的国书, 已足证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姿态了。 至于隋唐以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在此也就不一一赘述了。 警示听骑兵队指挥。 话归正传。 近现代日本接待外国使节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后期。 随助飞船来航, 迫使日本开国, 并签下日美和亲条约, 至1867年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德川进起退位, 把大政奉还给明治天皇为止。 接受外国使臣朝建, 还都是幕府大将军的事儿。 而强势地明治天皇王正复古的大号领以下。 自此, 所有国事行为, 全部由天皇本人或摄政王直接处置。 这自然也包括了接受驻结日本的各国使节的朝建, 认可。 此一制度, 并没因昭和天皇走下神坛而有所改变。 即使今天的日本天皇, 已经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了。 但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各国大使出使日本时, 还是要依照日本国宪法, 去往皇宫参见天皇帝交国书。 而这个递交国书的仪式, 就是日本人口中的信任壮统城市。 中国大使乘坐的皇家马车进入皇宫。 据日本宫内厅统计资料显示, 刚刚退任的名人上皇在职30年, 共立临了919次递交国书仪式。 而今上天皇得人。 在平成时代, 作为时任天皇名人的临时代行, 也有过接受30次的外国使节递交国书的经验。 而他上任一时接受的第一位外国使节递交国书, 就是于5月16日, 在皇宫接受卢森堡, 新任驻日大使递交国书。 孔炫又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全权特命大使, 则是德仁天皇接待的第二位驻日外国使节。 宫殿南车记, 德仁天皇接受国书。 最后再八卦一下日本皇家的迎宾马车。 日本皇室共拥有这样的接送外国使节的皇家马车四辆。 孔大使乘坐的这架宜装马车, 就是第四辆。 于大正两年1913年制造日本皇家马车, 基本上都是建造于大正至昭和初期, 做工非常精美。 其不仅象征住皇室的高贵, 而且马车本身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皇室马车整体呈木造船底型, 车体涂虾皮柴色油漆, 内装则为传自日本古坟时代的国宝及西镇之锦布。 车重1098公斤, 长约4.51米, 宽1.9米, 高2.24米。 车身会有象征住皇旋的日本皇室橘纹。 可以说, 皇家马车就是典型的明治开国后, 象征住古老皇旋的传统与近代西洋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皇家一装马车, 外国驻日使节到任, 在参见天皇帝交国书时, 依照日本皇家规矩, 是由皇家派出迎宾车。 这时, 驻日使节有两个选项。 一是选用轿车, 二是选用皇家马车。 不过, 据日本宫内厅统计, 大多数国家的出道任的大使在觐见天皇帝交国书时, 一般都会选择乘坐皇家马车前往。 这不仅能彰显日本的代客之隆重, 同时还能展示驻日使节的庄重、 郑重和体面。 正是和乐而不为也。 中国大使乘坐的皇家马车出发。 车队出发。 大使递交国书马车行进驻列。 皇室四辆迎宾马车。 皇室四辆迎宾马车。